来 你们 我们上礼拜讨论是 不是上礼拜 今天两天讨论的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没有 有问题吗 好像还没问题 还没问题吗 我们上礼拜到 我们那天在讨论什么 我们就讲到说 测量的 测量的 所谓的有效值嘛 有效数字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去看一个事情 一般来讲 我们讲测量的时候 不太可能 每个人两个东西都是一样 因为测量是个比较的东西 那你要做也不容易做成一样 譬如说 我现在要身材跟玻璃窗 我会教你说 那我们要这个长度是高度多少 所以我的生产线里面很多在步入玻璃窗 那你能够做出来的人都会做成一样的尺寸吗 有能力都要一样的尺寸吗 有困难吗 hello 你要写什么 你要写什么 那记忆我讲的重点吗 看了不像吧 然后 生产呢 不会做成一样的 做出来的结果 你要去量的话 也不会量出一样的结果 尤其是在越精硬的东西 你这量的结果 越差一点也蛮大的 所以 实际上这个有困难 所以这是我们 目前在真正测量上面说 诶 请问这个书 这本书 的长度是多少 光是这个看起来 明明是一个东西 结果又很不一样了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的测量上最大的困难 那所以说我们等会去公共这个困难 或者说让他把这个数字 真实的数字出来拿下去 或者是我们应该是想说 我怎么知道这个数字里面 真正有意义的数字是哪些 哪些东西是有意义的 所以这是我们 知道这个章节里面 这种人要讲的 最重要在这边 那这个东西 我上一天讲说 就有多个问题啦 多个问题也是一样拿个词 问国贵 渡国通俱生 要不要说话 让他们去量 我发现一个事情 还蛮有趣的 其实有个同学 我画的课程会发现很大 假设这是0.3 这是0.4的刻画 我说这是多少 假设已经到 这边已经到10啦 所以这10.3 10.4 对不对 所以这应该是多少 他可能是10.37 那同学竟然在这边会 很犹豫 很像10.36 可是也很像10.37 可是我不知道是哪一个 他说不出来 你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吗 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什么问题 可是他怕他说出的答案被反驳 他怕很多人会担心自己说出来不是对的 然后接下来送他去工作 我不知道是不是以前曾经有这样 有人公主过他 因为他说出一个 也许是错了他 他就觉得大家可能不好笑 就笑他 让他对说出答案一件事情恶不忘 所以他在这边 他 愣住了 他说不出答案 他说不出来 然后卡了很久 可是我们来讲是科学 科学本来就很多的不确定性 这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在911 911事件上 飞机撞到那个送离心大楼 送离心大楼 倒下来 倒下就死了一万多个人 大概一千多个人 然后大家就叫飞机说 为什么送离心大楼会倒下来 撞进大楼不是 飞机撞进去吗 这一层楼几乎毁了 可是底下这几 底下这个大概有 四五十层楼还是好的啊 为什么他就 整个就垮了 整个垮了 就移为停地了 为什么 第一次没开了不是 而且是 第一栋垮的时候 第二栋 第二栋在隔了大概一个小时 第二栋 撞的位置好像不太一样 我们比较低一点点 他两个撞的位置 不太一样 延滑 两个都滑 共振 共振 不是 再猜一下 不是振 再猜一下 这个东西 那科学家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研究说 不会啊 我们这个经过地震设计 这个应该可以抗 那比如看时期的地震啊 这结构是很强的啊 啊为什么倒下来 这到底是什么 他们做很多实验 最后 他们从那结构做缩小板 做一百个建筑物 然后给他做这样的震动 我们做这样的状态 发现 每个建筑物 导的方式不一样 每个建筑他们做的模型 导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他们后来的结构 都不确定性 实际上所有的 所有的物体 都有确定性在 我们没办法确定说 好朋友 这样子好 哪里闪给你 你有办法 每次都丢出6吗 为什么 OK那是特别 是每个一面都是6的时候 可是 我今天请你用 同样的姿势 同样的手法 丢 有办法每次都丢通的结果 会不会每次放6朝上 老仙可以 老仙有办法真的 他也许电脑很准 但是还没有办法 甚至有些人要里面放 放水 你要有机会 可是那个东西 那一点点差异 导致后面的不确定 你换的可能 这就是我们讲的 蝴蝶效应 或者是混乳理论 就是从这边来的 蝴蝶效应就是说 我今天一点点的改变 导致后面的变化 没有办法收拾的 那是一直累积 一直累积 一直累积 所以这种不确定性 非常的多 可是我们科学 还是必须在这 不确定跟确定之间 做个界限 所以要知道 哪些被确定 还是不确定的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这样讲的重点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知道 测量上有犯覆察网 我们刚 我的 前面讲的 想要量那个东西 知道说 它是3.87公尺 好 我们看这个数据 想要这个数据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387公分 公尺 是谁 你为什么会变功课 什么公分 我说公分 对387公分 你说这个人 两号是387公分 OK 也可以啦 公分是他最后的 预测值 公分 这个值是预测值 是估计值 OK 还有勒 还有勒 同学 还有勒 你看到这个 387公分 正负 87 正负5公分 是他的 放的 正负5公分 是他的放的 这怎么来的 为什么你有这个 这个想法 正负5公分 是他的放的 为什么 因为 等一下 不能用正负5公分 表情这样 说是 是 正负5公分 正负5公分 应该正负4公分 正负4公分 为什么 正负4公分是什么东西 蛤 正负4公分是什么东西 是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 该办什么 因为他有可能 为什么会 一定会 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 就是4公分 为什么你有这个结论 为什么是4公分 为什么你有这个结论 因为 0到 9中间有9个 对 对啊 还是没办法 我推不出来 你怎么推出来了 0到9中 0到9中间有9个 所以我知道 但是为什么 0到9中间有9个 为什么可以用正负4公分 而且正负4公分 带2公分 表示说 我现在看到这个数字 今天有一个 大名 他拿尺 去量了一个长度 量出来的结果 告诉大家说 我量到了 我量到的结果是 3.87公分 公尺 然后我们来觉得说 他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看到这个数据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陈运说 我看到这个数据的意义 代表说 他所量称的范围 应该是从 383公分 到391公分之间 都有可能 只是理解 比如一直知道 可是我还是不懂 为什么 你有这个结果 我再猜啦 你的结果 会从我们昨天 在讨论电子秤来的 我们讨论电子秤的时候 可是电子秤是因为 它是数位化 它显示出来的数字 所以 他会有一个 跳的现象 就是他超过 可能超过0.5克的时候 跳1成1克 所以他在1.4克的时候 他还是合成1克的时候 他会有个跳的过程 可是一般来讲 我们讲是说拿尺 很少拿数位尺啦 因为 毕竟数位尺 我们很少看到 所以你会有个问题 你知道数位跟内比 是两件事情吗 数位 跟内比 20年前的事件 基本上都是内比的事件 之后电脑出现了才开始有所谓的数位的事件 数位的事件跟内比的事件哪里不一样 数位的事件跟内比的事件哪里不一样 会出现不一样的事件 来讲一遍是什么意思 会出现不一样的事件 口罩中解释 用距离的概念来讲的话 数位它就是一个位 位 然后内比就是你可以看到位的距离 数位就是一个位 类比可以看到位的距离 以数学的角度来看是这样子 以数学的角度来看是这样子 当我们有个Y值跟X值的时候 假设我每个X值都可以找到一个Y值 我们说这个东西叫做 蠻数图形 对不对 可是你相当于对应这个东西喔 如果是数位的话 就是这样的 数位的话可是这个东西 这个结果都是一样的结果 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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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样的结果 可是到下一点呢 他突然 跳上来 会有另外一个新的结果 那到这一点之后呢 有新的结果 这个东西就是数位的意思 对不对 从0.5克 到1.499克 他都是出现是 0 1 对不对 从1.5克 2到2.4999克的时候 他都出现是2 他的结果是用跳的 所以数位的意义呢 在于说他们有连续的刻度 他的刻度是登登登登登登是用跳的 可是类底的意思是说 他所有东西都有连续的结果 他随时都有连续的结果 是唯一无一无二的结果 这最大差别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 诚意刚刚讲的就是不诚意的嘛 没有所谓正部 正部施工会是多问题 好 那到底他代表什么 他给了什么想法 看到3.87公尺这个事情 他给了我们什么 干预 0.1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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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非常好 他的尺的最小刻度 最小刻度 是0.1公尺 这么多 这么多 那尺的最小刻度是0.1公尺 他看得准的是这个位置 也就是他量出的结果 他如果得到这个结果 我们可以说 大名所看到这个东西 他已经很确定 这个长度大于 3.8公尺 因为3.8公尺是有刻画 很确定超过3.8公尺的条线 就跟刚刚放在此地方 很清楚确定 这个东西 大于 0.3的这个刻画 很清楚 又看到了 所以他很清楚这个结果 而且他很清楚 这个长度 小于3.9公尺 所以如果说你要说 用一个范围来讲的话 陈梁刚才讲的话 应该说 他是大于 3.8公尺 小于 3.9公尺 你可以这样讲 他是个范围 剩下的7 是估力出来的 是估力出来的 好了 另外的事情就说 好 那么来说的话呢 他的有效位数是几位 两位 三位 他有效位数是三位 一二三 就是三位 同样的 这边小米拿这个尺 去拿 去量一个更长的距离 同样的尺度拿一个 量一个更长的距离 他量的这个东西是 1311.2公尺 他告诉我们说他量到的是 1311.2公尺 那同样的尺 好 你觉得小米 这样的结果有什么问题没有 没有估计 没有估计值 应该有估计值 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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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效位数是六位 六位 OK 好 所以大家对这次测试看起来 没有估计 好 那再讲一个事情 有一个公尺叫做测量值 我们在讲物理的科度的时候 物理的 计量的时候 通常会讲一个数字 跟一个单位 对不对 对不对 比如说 两公尺 比如说十公斤 一个数字 跟一个单位 对不对 两公尺 三公斤 对不对 两公分 一毫升 这都是一个数字 再一个单位 这没有理由 好 那经常我们在生活上 必须要一次测量 一个测量的结果 特别测量的结果 很清楚是 基本上测量的结果 应该不会 要测到测到测出 有没有可能测到测出 有没有可能测到测出 不可能 基本上很难 基本上是不可能 就算测出的话 就算测出的话 你应该可以吗 你要加你的测秘书 所以 基本上是很难测到测出的 那有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都放到整数 那就要作出什么 不是四折五 四折五护 四折五护 四折五护一件 它是整数 我们整数是什么意思 整数是没有小一点 那如果它們最小測量的單位是史當人好 那加油估計值都會有問題 對 但是我想說 測量不會出現整數的意思是說 只要它出現整數就我這個說法 只要不出現 只要出現了沒有整數 它的測量不見得出現整數 我這樣說法就不能 測量又可能出現整數 那測量不可能出關鍵 不可能都出現整數 不可能沒有整數 可以這樣講嗎 測量的東西有可能出現整數 但測量的東西大部分的時間 絕大部分的時間是沒有整數的 對不對 這樣講而已吧 沒有可能 不會是整數 測量的結果大部分的時間不會是整數 但是有一個東西一定是整數 我們在做什麼事情的話 東西一定是整數 我們小學學術也都學過 但是我們家裡補一下 一下子忘記了 水果 那就是計數的時候 或計量的時候 計數 或計量的時候 通常計量 就是跟測量是一樣的 這一杯水有多少 計量 計量 就是那個量 匡等比 匡等比 計數是什麼 什麼是計數 算數字 就是說 現在在公園 假設今天辦公園 我想知道 有幾個人是坐著公園 所以就派在門口 一個人進去 咔嚓 兩個人進去咔嚓 三個人進去咔嚓 我在計數 計數字 計數字一定是整數字 是吧 計數字一定是整數字 而且計數字會不會有估計值 就沒有估計值 計數字沒有估計值 計數會有估計值 測量會有估計值 計數會有估計值 譬如桌上放了一堆雞蛋 請問這雞蛋有幾個 50個A就數 數完之後 這邊有85個雞蛋 會不會有估計值 就沒有估計值 可以用目測啊 講這目測是測量 不一樣 我說請問這樹林裡面有幾隻尿 沒有辦法計數嗎 來請排隊 過來這邊有一個計數 不可能 數量 數量 睡覺的時候數量那是計數 表示你在樹林裡面的鳥 你可能要排隊不可以一直抓來 所以這時候我們只能用測量 那時候另外一個測量的計數 那只能用測量 所以這種測量一定有估計值 對 但是計數沒有估計值 這可以分辨嗎 那我們現在講 有些時候我們 用測量使用這些東西 有些時候我們用測量使用這些東西 譬如說什麼 我們那一天就講到 假設一張紙的重量 是 0.2 好一張紙當然是0.2克 我甚至是0.2克 好0.2克告訴我們說 最小顆度是克 對不對 0.2是估計值 是這樣子嗎 應該不是這樣 應該不是這樣 那應該是怎樣 就是2.2克 那你的估計值是什麼 0.2克 好 對0.2克 那估計值就是0.2克 所以我們估計值是0 對2克是有效位數 對2克是有效位數 0克估計值 所以這個整個位 整個0.2克那個意思 告訴我們它是幾個有效位數 幾個有效位數 2克而已 2克而已 找到臉這邊不能算 為什麼成臉不能算 假設很方大 如果它就會變成公共定位單位 快變了 0.0 1 0 2 0 假設這個有效位數三萬化 這個有效位數變五位 這樣沒有意義的 因為我們是三萬化 下意的 不能說三萬化一下 有效位數增加 沒有嗎 所以它有效位數兩位 0.2 0.1 是最小的刻度 後面這個是估計值 好了 一張紙是這麼重 那我怎麼知道 我有辦法在這個 這個秤之下 讓我的 讓我的有效位數增加 讓我的準確值增加 0.2這個20估計是準確值的嗎 我有辦法讓我準確值增加 我們有個做法就是拿十張紙去秤嘛 五張紙也可以 五張紙也可以 對 不管你拿十張紙 你要多一點點就可以增加 可是你不是拿十張紙的時候 對我們這個實境位的話 就會有困難 不是實境位 因為它的有效值會在中間 就不會是尷尬 可是我們還是用實境位的概念來看 我們現在拿十張紙去秤 我們現在計數十嘛 十有沒有估計值 十是算出來十張紙 十張紙有沒有估計值 沒有估計值對不對 所以我們算出來的結果是 應該是 假設秤出來的結果是2.1克 有沒有可能 有啊 十張紙有估計值的2.1克 你知道我這寫錯 應該是2.10克 對不對 一樣有一個估計值 小數點以下 因為是我們的主確值對不對 所以我們十張紙秤出來了 十張紙秤出來2.10克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兩個一除 得到什麼結果 一張紙是 一張紙是怎麼樣 0.2.1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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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樣一除之後呢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你的 因為這是數量 你的準確值多一位了 你的準確值會多一位出來 所以這會變準確值 這是估計值 這是原先這邊被估計出來的事 所以你的準確度增加了 好 所以這是用一個簡單的方法去增加你的準確值 準確值 好 那還有一個狀況啊 假設我們今天說 欸我拿同樣的秤 我拿不同的秤 今天大名 拿了一個秤 他秤出的重量是 3.87克 小名拿到另外一個秤 兩個秤不一樣 他秤的結果是 5.773克 好 我們從這個結果來看起來是 大名的主卷值在這裡 小名的主卷值在這裡 對不對 他拿到秤不一樣 有足一點的東西 那你把結果加在一起 為了要什麼結果 我們把5.773克加在一起 好 9.673克 結果怎麼辦 準確值應該會不會 3 準確值應該會不會 準確值 3 準確值 準確值 6 所以我看看3的理由是什麼 我覺得 對手就是手 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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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老師還要說看6的結果是什麼 因為8的後面就已經是估計值 你還說不是準的 再加上一個準的還是不是準的 OK 好 不加了 這個已經不準了 所以你準的東西被我不準的影響 7不準了 7不準 7已經是估計值了 7已經是估計值 因為你是正確值 加上我們的估計值 你還是變成估計值 所以結論是這個 就不準了 所以這個指 這個指是沒有用的 所以這個只要做四手錄 所以是9 9 結構就是9.64 這是估計值 它的結果就不能寫9.63 因為這30沒有意義的 就是這樣 所以有感覺嘛 就是我們在做這個計算的時候 這加點升就是這樣 加點升就是直接達列量 那如果說 今天 小米測的是重量 大米測的是體積 他們想說密度 大米測的體積 他測到的結果是 2.3毫升 2.3毫升又告訴我們 這個測量的儀器 最小刻度是什麼 最小刻度是1毫升 最小刻度是1毫升 是1毫升 0.3是估計值 對不對 這就不是氣數值喔 這是計量值 是算數 是測量出來的結果 是計量值 那小米測出來 是5.773克 他這邊是2.3毫升 那請問你怎麼算密度 誰處理誰 質量處理 質量處理體積 所以是5.773克 去處理2.3毫升 對不對 這是七七的毫升 不是七二三毫升 好 那算出來結果是什麼 這個 這個就 這個就 好就算硬 2.3 對不對 所以用2 4.6 1 1 7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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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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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2.501 2.501在账2.501 账票 正确答案是2.501 不是跟我后面要抢一个根基值 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在看的话 就在影效位处 乘除的部分比较投业 乘跟乘比较团队 乘跟乘呢 它会 这个数字会直接打打打打 这个数字会影响到这四个 乘除是这样的意思 乘就是说我今天是312乘以79 我在乘的时候是不是9会乘2 9会乘3 7会乘2 7会乘3 对不对 乘也是一样的概念 乘也会是彼此会影响到一次 那你想想看 你看 这个是正确的值 这是正确的值 这是正确的值 这是假的值 所以正确的值跟正确的值 乘在一起 意思是正确的值 有意思 正确的值跟假的值 跟估计的值 乘起来看是估计值 所以你真正的 能用的就是什么 正确的值跟正确的值 乘在一起 才是有用的值 所以我们只能看就是 旗的有用的值而已 所以这边有2位 所以那结果就是只有2个人 大家要的意思吗 大家要的意思 大家要的意思 我就是看最小多少就是他 就是你的有效位数 最小是谁 你的结果最小有效 最大的有效位数 就是可能是他的 跟加减不一样 加减不太一样 加减是看你的位置在哪里 那我们可能是最小的 一两八加一个这个估计值 这个结果 这就是估计值啊 你看嘛 这地方 这地方 2.3的3是估计值 是估计值 2.3是估计值 2.3是估计值 对 对 你刚才说什么 我就是有时候 就是有时候 再加一个估计值 加一个估计值 OK 你说加一个估计值 怎么加 对 就像是 对 我主要问的是 这个5 它就是估计值 还是说它是正确的 这个5吗 这5 是正确值啊 2.5 这个5 这个5是计算出来的结果 它既然是被计算出来的 而且它 就是 就是 好 这样想看好了 我们在放的时候呢 2乘以2 2乘以3 所以这个是不是也就是估计值 这个是不是也就是估计值 因为是2乘以3 这个3是估计值啊 所以2 3得6 这个6是不是估计值 那这个6是估计值 你用真的值去减估计值 这个结果是估计值 还是真的值 就是估计值的吧 所以从这边开始 你们都是估计值的 这样意思吗 所以我们在乘跟乘的时候 看的就是 你总共有效位数是几位 你的结果 最大的有效位数是那一样 假设这几个例子 我们再把它放大一点 假设这个结果是1 这边是1 我们 小明秤的结果是 15.773克 大明秤出来的毫升是 12.3毫升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是 它的有效位数是三位 对不对 它的有效位数是五位 所以我们可以提 这两个交互的乘除的结果 有效位数就是只有三位 好那我们来实际上算算看 15.773 是不是12.3 好我们再取1嘛 对不对 112.3 3.47 好你可以看一下喔 那这个值是估计值 可是这个减下来 这一个值就是估计值 已经是不正确的了 对不对 所以可不可以用 就是只能当成最后一位了 它又不能再往下推了 对不对 好 所以接下来呢 接下来多少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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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6 1 1 2 3 7 3 3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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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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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5 6 6 要先退後一位 這樣比較正確 退後一位 然後1放在這裡才對 這樣才對 這邊是2 然後這個位置多少 1 8 2 16 19 還可以再這樣 9 2 1 對 結果是1.29 對不對 0.129 0.129 不是15.73 就是13 好 所以有效位是多少 有效位是取三位 可是這樣子假中會贏 應該是兩位 應該是兩位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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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用吧 後面的解 我們先不管9沒有用 我們在判斷 現在要判斷 到底有個用 現在到底要取兩位 還要取三位 1 2 為什麼 如果你那個3 你就不是有效 那你用目的直 那你用目的直 不會這樣就紅 那用這樣子吧 表決通過 用表決通過的 民主的社會 民主的社會 你知道我那天看那個丁道宗的演講 丁道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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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正確 白的就是這樣 科學就是 你必須在一個邏輯之下 驗證你自己的說法 然後去說服 讓所有人接受 科學沒有所謂的 民主啦 用普遍的方式 這是沒有道路的 他的理論 只適於一開始 蛤 一個科學 剛發現的時候 你發現之後 你就一定不是少數人 再說給多數人 因為每個人就一直在學那種 可是如果有天也沒有學好 那就是沒學好多人 沒學好 你看的意見 不是剛剛的意見 比如一個班上的假設 我覺得現在學好 應該比沒學好人多 假如就也要測量 對 那你是說 你的假設是這個樣子 可是我沒有辦法理論嗎 所以測量這個單元來講 我覺得知道的人 一定比不知道的人多 那你在一個小班 小區裡面是這樣子 你這半都是學過測量的 可是全世界學過測量有多少人 應該是比沒有學過很多 學過的比沒有學過很多 不一樣 對 我跟你講 測量這個方面很有趣 是很多人都不認分他重要 很多人都不認分他重要 包括我跟妳講老師 很多老師都不覺得他重要 所以測量這件事情 一直沒有被很重視 所以很多人就在學測量 他還不覺得測量 是有什麼講不起的事情 然後他就不知道 所以這事情是 是有趣的 我們現在第八頁 那證書運算上考慮就是有效位數 小數位數 答案的有效位數 關於算前有效位數的 最小的數字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答案的有效位數 按最不清確的數字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假設是三個位數的話 我們要取三個位數 我們要取三個位數 我在想的時候變得很高 我問我現在算起來會覺得怪怪的 我現在是 我現在是 132乘79 我的證券值是這兩個 所以這個就乘到這兩個 一定會有兩個證券值 可以 那如果說 我這邊只有 1 1 哈囉 你知道在想什麼嗎 第九頁 第八頁 這個地方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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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位數 按照我們這一集來講 OK 他說 他不是說 三個位數 他說這是有效位數 對 有效位數 有效位數 反正我們算是沒有 有效位數 我現在認為是 我現在算出來的 如果按照結果來看的話 因為這個位子已經被影響到 所以他不是有效的 對不對 就是被估計值 其實也沒有錯耶 來看一下 看一下 你看喔 這個三算是已經影響到這個結果 所以這一排 這一排開始 這一排以後 都是估計值 對不對 這一排以後都是估計值 那這一排以後的影響在哪裡 在這邊氣算的時候 實際上這個沒有其他大影響 因為影響是這兩個在影響 這個就是一指 整個指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這個是估計值 但是影響在地位數 他不會影響到結果 所以這個指也是有效值 到這邊的時候 全部都是估計值的 這邊全部都是估計值的 所以直接是估計值在影響的 所以這個指就是估計值 有什麼意思嗎 有時候我之前講的意思嗎 你在這邊運算的時候 這個是估計值嘛 這個估計值不會影響到這個結果 所以這個指是準確值 在這個運算的時候 這個指也不會影響的結果 因為這個指太小 這個指 主要的決定在這邊影響 所以這個指是準確值 到這邊的時候 估計值影響值也影響的結果 好這個減下來 估計值影響的結果 所以我們這個值就是估計值 好儲房是這樣子 那乘法更明顯 1 3 2乘上是9 這是估計值 這是估計值 1是準確值 所以1準確值乘上1跟3 乘上1 這兩位數一定是準確值 這乘上2是估計值 9去乘這些都是估計值 9去乘以2更是估計值 所以真的有效位數就只有3位 想說我們把這算法 第一個算法 是8 7 2 是1 好你看喔 因為這是估計值 所以存在4個都是估計值 對不對 是不是都是估計值 好 那1 1 3 2 全部都是估計值 所以加起來是8 1 5 2 所以全部都是估計值 這樣算你還去 所以他就出來就 好 嗯 好 好 這部分當我們研究的一個項目之一 大家也可以去研究一下 因為我的感覺像是 印象中感覺像是這樣的結果 所以你印象是這個問題 只能取得了 這個是估計值 所以這個東西都要餘料 這都要自首度料 所以假設真的是這樣計算的話 我最後的結果就是取說 2 2就是估計值 所以是取3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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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像可以走位的984 就是我碰錯的時候 欸,對 不是啦,不是啦 984是剛開始第一次用8來算的 8的984還不夠,還夠足啊 因為這是1,2,9 所以應該是用9才對 9就沒在算完 9就沒辦法算完 是吧 10,應該是9,937 2 928 0,2進了 欸,不對 不夠數 所以是減錯 所以只有29,所以那是18才對 128 所以是9,984沒有錯 98是減價,剩下29才對 這太子沒辦法 少攻擊算準 雖然會出錯 但是我們知道原則是這樣 假設有效值被 有效值被 有效值被 損卻值影響 它就會變 如果說 無敵值 跟有效值 跟清卻值一起計算的話 那結果還是 無敵值 如果計算過 那個計算之後 那是不行的嗎 我想看看 這寫就這樣 他那客人應該 有就是 就是 比較少的那個有效值 兩個吃成 起來最 最少有效值是 這兩個人 你說 因為他那個 弄出來的128 是那個 那個 那條 就是在那條線之後 有沒有 都會被 固定值影響嗎 對 所以那128 也都是固定值嗎 不是啦 不是啦 就是你在計算的時候 這條線以後會被影響 但是 我想這條線以後是說 這邊有固定值 所以全部都被影響 但是你看 在這個計算的時候 157-123 這個事情來講 這個估計值經會有影響 對不對 這一個值 我說這 這個個位數 我會影響的一個結果 所以這1是準確值 對不對 所以 然後接下來之後 是347跟246在計算 347跟246在計算 這後面的結果 我會影響到真正的結果 所以這個2還是有效值 那後面這邊 就是全部都影響到 所以這就是估計值 他都說那個 最後呢 那個叫什麼 估計值給45度 打估計值給4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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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估計值以後的都要45度 好 所以就等於 那個一開始 就是最少的 好 我們再看一個事情 我先把這個數字 再重新翻算一下 剛剛那個東西 我們寫出來 會乖乖的對不對 我們再重新做一次 因為我認為是敬位的問題 我先把這三個寫成什麼 好 我寫成特律記號 1.32 神上十二平方 可不可以 我們十二平方 等一下要算 這就要寫成1.9 加十二 兩次方 欸一次嗎 一次嗎 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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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講一下 我們一拜五 因為連續兩次方 我們就 用不下課 用不下課 找十分鐘下課 還是你們在開課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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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結構 會有什麼不一樣 好 我們這個呈上去 這是 九二十八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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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九三二七 二 二 一 一 欸 點 這樣沒錯 然後這是 一 點三 二 一 二 一 三 一 你... 你... 可是这个问题 不对啊 这个应该在这里的 应该在这里的 对 对 我说你刚好查了你 嗯? 我说只有上席来的跟上面一样 跟上面一样? 我们还会变得一脸夹的 对 对 跟刚刚的结果不太一样 跟上面都是一样 会有一样的结果 一脸夹在身上 不会啊 哪里做的 C 我今天手机叫鬼的 很奇怪的事情 928 221 对啊 132 没有道理啊 谁在1.9 怎么样都会变得一样 太厉害了 本答案可能多少 我没有答案 我随便写答案啊 这答案就是1.32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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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不是啦 这个地方错了 这是0.9 小数点 5 直四层 好多 这样子有问题 这不是 这是0.9 等一下 所以现在的算式到底是 现在的算式到底是什么 哦 我知道 你超难爱 知道啦 这好像退队 对 这应该是 1 可是我 应该怎么写才会对 所以 1.325 那应该是说 你的1.325 要往前一格吧 我应该是 直接方向没有错 对不对 那你直接把1.9对到那个 就往后退一个吧 可是一般来讲 不是小数你要分在一起吗 不是不是 没有 没有 不是加减 加减才算 没有 成法是把 成法是最后会对在一起的 对 真的 成法是最后会对在一起的 对 所以 这样的话就是2.7 2.8 2.8 2.8 1.8 好 你们这家已经有分 对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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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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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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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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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 1 1是固定值 沒有啊 課本如果像第八頁的說法 他說我今天這個有效位數是3位 這個有效位數是2位 我的結果就只能取2位有效位 3位了 2位啊 對 課本是寫2位 2位 但是你有效位數最小的那個是幾位 就是要取幾位 對啊 那就2位了 2位所以只能取到這點25 可是我現在看的是 你看我這個是固定值乘他固定值 所以我就是固定值 固定值的固定值是固定值 固定值乘固定值 這不是固定值 3分1都不是固定值 哦 固定值乘有效值 是固定值 對啊 9乘1也是固定值 難道我乘完了之後 因為他是淨位了 都要淨位了 這是淨位了 這個只是被淨位出版的 淨位了 淨位出版是固定值 淨位出版是固定值 淨位出版就是固定值嘛 這個我是蠻好奇的 因為有機會固定值會來的 好 那如果這樣講吧 如果這樣講吧 我1.3加1.7 這次都是固定值 我叫做0 淨位了 所以那變3.5 我淨位的那個是不是固定值 其實有可能是固定值 因為那個固定值再小一點 還是固定值會來的 不淨位了 在這邊那是固定值啊 淨位那是固定值啊 好 假如我現在是0 這個都是0 0 0 0.7加0.3 0.7加0.3 得出來結果是1.0 1.0 對不對 那1.0這個1是不是固定值 但是被淨位出來的 是不是這不是固定值的 因為我們如果加點資格來看的話 我們只有這位是固定值 所以淨位這位不是固定值 所以我們可以說 淨位這個就不是固定值 這樣子合不合理 應該是合理吧 所以那如果1去乘他們的話 這是固定值 這不是固定值 不是固定值 所以我們加起來的話 這個就不是固定值 這是準確值 這是準確值 然後5是欲 5是欲固值 對 這後面就是赤手錄 所以答案是2.5.0.0 對不對 赤手錄 赤手錄 對 這是2.5.0.0 所以它會沒用力 所以這樣看的話是 乘數的部位就是看 有效位數的最小位數是多少 結果就是取那個結果就好 有效位數的個數 所以假設我今天是 3 7 2 0 1 1 1 去乘上 6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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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 straight 汇 這讓你可以承認,四手輪掉了 直接去拿3,7,2,去乘上60 就這樣做 這是我們一個比較簡單的做法 就不用出力做 但是這樣計算機來計算無所謂 但是你要知道 有效位置這個曲 我們用得到那兩句就好 好 我們來稍微下去一下 有幾分鐘 就 上個誰要上廊 我們知道我們可以用上個廊 我們可以上二十分鐘嗎? 我們可以下課下